HELLO 大家好 我是Kiru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家的鼠外寶出聲啦 好開心 外家我們平常都會去拍個娃娃機給大家看 我自己也會手癢 平常自己也會玩一下 那我就一定要先來演練一下說 我單手夾娃娃的過程吧 就像現在這樣練習怎麼抱小孩夾娃娃吧 那我們換另外一場 這一場也有上一燒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老實說如果單手夾真的沒有那麼好夾欸 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武順的地方 這個機台的設置非常的特別 有沒有看到 他可以一次夾幾顆球 喔 三顆啊 喔 感覺中獎機率蠻高的耶 所以抱小孩子只能玩這種機台對不對 這種機台我完全不需要技術啊 看 只要這樣 三顆球 中獎 哎呀 差一點點 喔 這是四顆球 四顆球喔 中獎 哎呀 差一點點 可惡 啊 這是兩顆球 哇 兩顆球機會比較少耶 所以要多顆一點喔 哇 這樣還夾得到耶 還不錯 欸欸欸 欸 我流掉了 蛤 兩顆 哎呀 有兩顆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耶 他是運氣彈到 這是用頓甩的好了 頓甩兩顆 其實沒什麼差異啦 欸 球下去的方向好像有點不一樣喔 一樣兩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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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夾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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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台應該是可以中獎的 我們再努力一下就好了 難得可以出來放風一下 結果什麼東西都沒夾到 所以我以後帶這個索愛寶出門 就是那麼難玩娃娃機嗎 喔唷 喔這是很多顆耶 有沒有看到 喔喔喔喔 嚇了 嚇了 綠色的中了 哇 堅持是對的 太爽了 喔喔索愛寶 有沒有看到 索愛寶 喔寶寶送獎耶 索愛寶 換另外一種來夾 連張玉燒非常運氣 可是我要練習的是 我怎麼放索愛寶來夾花花嘛對不對 那我就不要挑那種金正公仔啊 那一種那麼難 要一些小東西來夾夾看 也不要太小 要有一點挑戰難度了 看能不能這樣抱著索愛寶 然後一手夾花花呢 到底能不能夾出來 那我們剛好看到一台 放那個巨型耳機印象棚 我們就來夾夾看 後面有一些跑車耶 好適合模型喔 我想夾夾看喔 喔 靠出來了嗎 哎 哎 差一點點 太可惜了吧 那先把這個 挖掉好了 好過來了 過來了 賽車要不要讓他下來補個位 喔 這不錯喔 剛好這樣卡這個喔 所以我只要夾出這個耳機呢 他就會剛好推過來 剛剛好完美 來 絕殺 起來 捏出來 捏出來 喔喔喔 哎這個 耳力可以喔 好再一次 起來 捏出來 蛤 還有跳上去的 哇 哇尷尬 跑得跑去那裡 好啦我夾那個耳機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不然我們來夾的這個 賽車 送給那個姿勢好了 喔可以喔 賽車調戰度好像可以 哇 這個爪子 這個鞋 喔回來了回來了 我就不相信 抱著說 還把我夾不出來 哎我感覺這個要捏超醜的 他有希望 捏超醜 哈掌 經過時間證明了 抱著手愛寶 我還是有難度了 不過沒有關係 凡事我們都要怎樣 慢慢練習 第一次 總是會失敗 至少 章魚燒還是可以玩嘛 對不對 我們再尋尋看看 能不能再挑戰更簡單一點 這樣才會抱著手愛寶 然後挑話給大家看啊 我現在發現 我才抱著一個娃娃而已喔 我就滿多大汗了 他到底要怎麼抱著小孩子挑娃娃 一個類似吹風機吧 很酷耶 我第一次看到娃娃機 他也有擺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啦 那我們就來夾一下看囉 單手已經很困難了 如果說還要再揹一個 甩把的話 那一定很困難 好 各位 我現在換到了另外一間喔 那這一間呢 看起來也算是失常 比較偏無常啦 就是有放一些公仔啊 然後我看到有一台 放白雪公樹 感覺不錯喔 你看 這裡有白雪公樹耶 我們夾夾看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一台 用旋轉的方式 讓它自己轉出來 我看來不行 來我試試看這一盒 希望這一盒是可以夾得出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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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手又不太行了 還想要學習 泡鼠來跑 講娃娃嗎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現在的娃娃機呢 大同小異 沒有像以前這麼的好玩 我們現在在拍娃娃機呢 偶爾會拍 覺得不錯的話 我們才會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 一直勉強的 逼自己去拍娃娃機 畢竟你並沒有很喜歡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去拍 呈現出來給大家看 你們一定會覺得不好看 通常我們拍娃娃機就是 我們真的很喜歡 或者是剛好很想要的時候 才會去拍給大家看 最主要影片就是要給大家的輿論嘛 好 我又看到一台非常特別的機台 棒球機台 試試看 它是棒球耶 所以它的玩法是這樣 洞洞都會過 要這樣夾嗎 是讓它這樣彈喔 好酷喔 各位 這個我可以抱的索愛寶夾 我現在去假裝一下好不好 嘿 索愛寶 你看 爸爸有假的我給你看喔 有沒有看到 我不容易找到一台 可以抱著你以後來夾的機台囉 哇 它也是會空刷耶 並沒有那麼好抓 有了有了 喔喔喔 欸差一點就出來了耶 差一點點 哇 全雷達 原來抱著索愛寶是時候 玩這種機台啦 我知道了啦 啊不行 不能甩太大 輕輕的或者是不要甩 我抱到了 我現在只要瞄準那個洞就好 它只要甩的話 基本上會頂到 靠 浪費20塊 靠 浪費30塊 啊有了啦 出來了吧 死不出來 啊 球跑到那邊怎麼辦 但是我發現 好像兩顆啊 它比較好夾 球夾出來 有想法 不用特別的甩 啊剛剛那個角度 大概這個位置吧 這個位置比較有機會 它會彈出來 哎呀 水了 好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 爸爸要夾出來了 一發入魂喔 輕輕的 喔前推可以喔 找到拍數了啦 但是呢 這樣的話 它的高度會 在那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吃運氣的 現在的機台都是這樣 吃運氣的啦 都差一點點 運氣好一點的話 應該就可以了 喝一粗 有點難耶 要不要放棄 要放棄嗎 最後一次 一彈 還是一樣 老位子 這個保夾啦 包一包 送球過來 就為了夾一顆球 我花了1380 好啦各位 那也算是 出來棒棒一下 想說呢 難得從業職中心出來 好久沒有夾娃娃 發現 其實過了一兩個禮拜 那個整個 我花機的生態 又開始有點改變了 真的變超快的 我今天夾的一些機台呢 都蠻特別的 如果說大家 有時候看到不錯的機台 覺得很好玩的機台 都可以分享給我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我會努力練習 如何抱著史萊寶 夾娃娃的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Bye Bye 他竟然給我一盒 比較貴的公仔 太感謝了